那个神医给袁世凯治病 他先是拿出一根20厘米长的金针 随后竟直接插进了袁世凯的脑袋上方 一针结束 另一根又是直接插入太阳血 周围的西医大夫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不是救人 而是在杀人 片刻之后 神医把两根金针取出 过了两分钟 袁世凯头疼欲裂的病症真的就消失了 上约四万 谢谢大总统 这是旁边的西医还是无法相信 他们并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可是著名的气功针灸传人 治理头疼还只是小功夫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神奇 这个女人得了化膿性乳腺炎 西医告诉他必须开刀手术才能治疗 但是可能要面临切除乳房的风险 这让女人完全不能接受 随后马上就离开了 此时的他们刚好看到墙上贴满了 黄世凭治好袁世凯的消息 便找到神医看看能否治愈 要开刀吗 不要 要通通知 在问清楚不用手术之后 女人便把希望寄托在大夫身上 可没想到黄世凭直接在路边就开始治疗 只见黄世凭拿出金针从他的背后插入 女人起初觉得有点痒 随后是一阵酸酸的感觉 等神医收针之后 妇人原本不能活动的必捧 马上就松了下来 周围的人都赞叹不已 这件事很快传到德国西医的耳中 不仅是头疼欲裂的袁世凯将军 就连自己开刀手术都有风险的乳腺炎 竟然让黄世凭扎上几针又治好了 这让他这个西医毫无脸面 于是便找到高层领导 打算以没有行医资格的罪名 把黄世凭抓起来 可到了黄世凭的诊所之后 刚好碰到有个腰部受伤 导致不能走路的病人 黄世凭了解情况之后 竟然吩咐下人抬着他去草坪上转几圈 几分钟之后他就让人停下来 然后他就在病人的腰部轻轻扎上一针 随后便让人扶他站起来走几步试试 病人这时还不太相信 喊着要拿拐棍掺着 放开他 让他自己走 可病人始终无法相信 根本不敢向前踏出一步 病人脚下一软 亮枪几步险些摔倒 但这时他发现腰不疼了 腿不满了 竟然可以站稳在地还能动起来 这让一旁看着的西医十分佩服 此时中医在他眼里 不再是毫无科学的巫术 他甚至放低姿态 请教起黄世凭的针灸医术 还问他能否传授中医的知识给他 黄世凭也是毫无保留的去教授他 随后西医潜心学习 发现传承了五千年的中医文化 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碾压西医的存在 而到了今天 中医也是面临快要失传的境地 但是好的中医技术传到了日本和韩国之后 人家不仅十分注重 还不断地投入经费研究 很多好的药方连我们中国人都已经不用了 西医传进来到现在也不过仅仅两百年 我们却把自己五千年老祖宗的文化都给丢了 别说什么疑难杂症了 就连感冒发烧宁愿花个几百块去医院打针受罪 也不愿意用几十